我們今天要DEMO的是iBeacon 首先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手機 是已經支援WooTools 4.0 我們選擇的軟體是Locate iBeacon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其他可以偵測到iBeacon的軟體 那確認完手機的軟硬體之後 我們接下來來確認我們的iBeacon本身 iBeacon本身在畫面上看到的 這裡是有一個天線 請確認它已經正確的黏著在我們的iBeacon module上面 那確認完之後 請大家將水銀電池正確的放置 進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圓圈圈 確認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手機就已經有找到我們的iBeacon OK 我們連進去我們的手機軟體之後 會看到我們畫面上有一個UUID 這很長的字串叫UUID 最底下有一個RSSI 我們確認完之後 我們可以再測試第二個裝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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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連接上給電之後 這裡就有出現了第二個我們的iBeacon 接下來我們放第三個 第三個放完之後 畫面上看到的就有三個 那另外一個是那個雜訊 這個軟體不小心detail到了 好 現在看又恢復正常了 好 接下來我們再放一個電池給iBeacon 就看到畫面上又多了一個雜訊 好 接下來放五個 OK 那我們在畫面上應該要看到有五個 那有一個是剛剛的那個雜訊 那這樣子我們的測試就完成了 就表示說我們的iBeacon 其實不管是幾個 我們都可以在畫面上正確的被偵測到 那我們在開發所有的app開發者 請大家抓UUID跟RSSI 去做一個程式的修改跟設定 這就是iBeacon的demo